夫人,你马甲又掉了 作者,一路繁花 演播,一念成魔,戴小蕊 后期制作,记 第二百零四集 我去,宝贝,你真这么狠吗 古希迟刚打算吃口面,差点把自己呛到了 被他找到我完了 他站起来,拿起刚刚打印出来的报告单 跟这桶泡面,开始往楼下走 然后又打开客厅的窗户,往外面望了望 近乎十点半,外面是灯火通明 挺安静的,没人 古希迟松了一口气 他悠悠地把泡面放在了客厅的桌子上 看着外面的窗户吃着面 吓,吓死我了 云城这边的青疤 成俊看着跟顾希迟通话的秦燃 两人显然很熟悉 顾希迟这个游走在国际间 经常跟国际刑警还有贫民窟那些不要命的人在一起 居无定所,狡途三空 没有人知道他真正的住所在哪 成俊想国际刑警马修都不一定知道顾希迟的地点 可听着两人对话 秦燃明显是知道的 而且知道的还是大本营的地址 成俊觉得自己不该想那么多 可还是忍不住想 这两人究竟是什么关系啊 顾希迟为什么会告诉他他大本营的地址 还有秦燃,顾希在五大巨头的地盘游走 也要帮顾希迟隐藏住信息 诶,成俊挺烦的 也说不清楚是为什么烦 他就往后靠了靠 拿起放在一边的烟咬在嘴里 牙齿还磨了一下 就是没点招 自日一早 木南打开房间的门 就看到才回家的木营 他淡淡地抬头看他一眼 脸上没有丝毫的表情 木营把秦宇送给他的包 小心翼翼地放好 然后抱怨地看向木南 你跟妈昨天晚上怎么没来二表姐的喜宴啊 大姨问我 我都不知道怎么回答 木营的语气里埋怨不满尽些 木南没有说话 刷完牙洗完脸出来 就拿起书包往外走 啊 今天大姨要单独请我每家吃饭 晚上再恩遇 木营习惯了木南的冰山 也不意外 他把包放到自己的房间里 在包里拿出一个毛泥外套来 木南已经打开了门 文言他拼拼头 声音有些克制的了 不去 他垂着眼眸 细碎的发搭在了眉骨 刚好支住他有些清黑的眼睛 木营自认为自己在京城 跟宁琴和秦宇两个人的关系 已经很好了 听到他这句话 他皱眉 你不去也行 妈总会去吧 他人呢 这么早就去打工了 秦宇这件事情明显是喜事 这两个人倒好 竟然一个个的都不去 换了件衣服 木营又小心翼翼地 穿上那件毛泥大衣 去厨房里看了看 发现厨房并没有什么菜 妈的人呢 木营把锅盖盖上 皱着眉 木南 我知道你跟大表姐关系好一点 可是也不能因为她 就不管二表姐了呀 你知道你们多伤大衣的心吗 木营 你出去这么久 有给妈打过电话吗 木南终于停下脚步 站在楼梯口 头也没回 木营一愣 木南转身 很平静地看向木营 你问妈为什么昨晚没去 行 你跟我来 木南直接转身 往楼下走 木营穿着外套 直觉有些慌张 她跟着木南 一路上了625的车 在医院的门前停下 木南没有带她去陈淑兰的楼层 而是停在了八楼 木营的心一下咯噔 木南没有开门 也没有进去 她只是淡淡地 看下完全愣住的木营 妈就在里面 你自己去问她 说完 木南就离开了医院 重新坐了公交车去学校 因为木营的事 她去学校有些晚 第一节课正好是班主任的课 对方并没有为难她 第一节下课 班主任拿着张物理卷子 把木南叫到了门外 这个是这个星期物理竞赛班的题 班主任笑咪咪的 你拿回去看看 木南的手动了动 老师 我已经退出竞赛班了 你表姐 昨天特地找了 帮你重新报了名 班主任把卷子 塞到木南的手里 声音依旧很和蔼 原来你是秦燃的表弟啊 难怪是一家人 她跟我说了 你完全能跟得上 这学期就一个月了 你上不上课都没事 忙自己的事情去吧 对了 还有你跳级的事 你表姐说 她到时候看看你的成绩 教导主任那边 她也去说了 这件事我都交给她管了 当然 你要不服气啊 你去找你表姐 班主任背着手 心情十分好的 往前面走 还有件事 你物理这么好 你表姐物理应该不差吧 班主任忽然想起了 最近学校里 一直关注的问题 有些好奇的又停了下来 看向木南 木南不知道 秦燃什么也没吭声 就做了这么多 听到班主任问她 她不由地伸手 遮住眼睛 轻声开口 如果没有猜错 她物理才是 所有门课中最好的 班主任的眼睛一亮 学校老师现在分为两派 一派是秦燃物理也超好 一派是秦燃物理不错 但是没有数学好 眼下两个人是表姐弟 木南的物理那么好 秦燃肯定不会差到哪儿去 高考前 他们高一高二的老师 开盘赌局 他得来盘大的 上午 秦燃依旧没有去上课 秦汉秋昨晚喝多了 睡得昏天暗地 秦灵就自顾地爬起来 凭借着记忆 找到了小医师 陆赵颖震惊之余 就一个电话 把在班级的秦燃 给尻了过来 嗯 这孩子谁啊 江东也去找了钱队好几次了 钱队挺高冷的 不理会自己 他就继续找陈爸爸救他 一来 就看到一个人坐在档子上 看书的秦灵了 成俊陆赵颖都不是特别有爱心的人 江东也好奇地看了一眼 就看到那窦丁大的孩子 正翻着一本挺晦涩的原文书 成俊就坐在那窦丁旁边 腿上放着电脑正看着 秦 秦小姐的弟弟 成目瞪了一下 然后看看坐在里面的成俊 低声回答 江东也觉得 今天的成目看着他的眼神 有点奇怪啊 不过他也没多想 就好奇地看了秦灵一眼 想要问问他几岁了 能不能看得懂 这时候 秦染就推门进来了 江东也发现 原本好好站着的成目 看着秦染 忽然就往后一蹦 秦 秦 秦小姐 成目站直 这什么意思啊 又是啥情况呀 成目 你一惊一乍的是怎么回事啊 江东也摸了摸脑袋 然后侧头想要问问路照影 却见坐在椅子上的路照影啊 沉默了一下 然后放下笔 围着秦染转了好几圈 江东也站直了身体 不是 他也就一天没来 眼下这什么情况呀 江东也没想明白 就无视这两个人了 朝秦染笑着开口 这是你弟弟啊 他长得跟你有点像 尤其是眼睛 秦染嗷了一声 然后也看了秦灵一眼 哦 也就还行吧 这颜值 以后可以来我们公司当艺人 江东也又看看秦染 你也可以 美女学霸人设 我保你比颜西秦修辰都还要火 成目面无表情地看着江东也 你知道你在跟谁说话吗 也不怕秦染召集贫民窟那些人 炸了你的大本营啊 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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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